如果要问今年最让人佩服的演员 那么我一定投泽连斯基一票 毕竟身为一枚棋子 却敢叫嚣着要打败俄罗斯 这可不是我胡说 这是他访问德国时自己亲口说的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是什么让泽连斯基口出狂言 欧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 世界各国呢都挺疲惫的 而乌克兰除了和美国的贝莱德公司 签署了发展协议之外 泽连斯基呢还满欧洲跑着拉赞助 俗话说的好 这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这泽连斯基又一次拿到了大笔的军事援助 自然呢也得让出钱的大哥心安 于是在访问德国的时候 泽连斯基呢就当着媒体的面 霸气的放话了 在西方的帮助下 乌克兰最早在2023年就能打败俄罗斯 这军令状势立下了 可乌克兰真的能实现吗 虽然俄罗斯有苏联的底子 也是一个大国 但是毕竟乌克兰呢 不仅有欧美的情报网支持 还有西方送来的大量的军事武器 实力也实在是不容小觑 而且泽连斯基说的打败俄罗斯呢 也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可以对比 是把俄罗斯彻底赶出乌克兰算胜利呢 还是把俄军打得翻不了身叫胜利呢 一或是你把俄罗斯逼得跟苏联一样解体呢 不少人都觉得这泽连斯基就是在忽悠人 当然给他的武器的欧美呢 也这么觉得 但是他们唯一希望乌克兰能做的就是 最大限度的消耗俄罗斯的实力 不给他喘气的机会 毕竟俄罗斯手里还握着几千枚核弹呢 万一逼急了 难保俄罗斯不会同归于尽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屏幕前的大家觉得泽连斯基的军令状能实现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